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唐奈虽然是搜集情报的新手 但疑心很重 兴奋之余仍用最新密码对情报内容反复核对 直至没有找到任何破绽才放心 唐奈随后回复文队 按来电时间地点派飞机空取 逆方做好一切准备 并派出废客图协助此次任务 我们这里说到这个理查德乔治废客图 那么他也是52年的大学毕业生 毕业的也是名校 波士顿大学 那么实际上也是在这 前后和唐奈一起加入了装情报局 那么这个人在学校的时候 据说是橄榄球运动员 而且姓德十分外向 唐奈和费克图 一起对29日的空取计划 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但唐奈万万没有想到 11月26日 让他们收到的电报 是牛松林按照我指挥部的要求 一具最新密码本发出的 这是我方在射套诱使他们 派飞机前来接人 那么等待他们的 将是怎样的下场呢 之前发出的电报里头 出现了这样一个词叫空取 这空取呢 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 从敌方捞人的一个技术手段 它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空取器完成的 大体上的一个构成呢 就是你在两个木桩 比如说两棵树之间 拉上一根钢丝绳 而飞机上呢 掉下一个钩子 低空飞行的时候 钩子会挂到这个钢丝绳上 这样就把这钢丝绳勾住了 勾住之后呢 这个钢丝绳后面 连着是要取走的 这个人身上的保险带 那么钩子挂上了钢丝绳 钢丝绳连着保险带 相当于就把这个 要取走的人给勾起来了 那么飞机上有电动脚盘 电动脚盘一转 就把这个人带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当时叫空取 这么一个方式 11月29日 白雪矮的长白山三道沟花辣子 迎来了数百名公安干警 和解放军官兵 这次战斗的指挥员 是刚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 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谭友林 他把一个高射机枪营 和一个步兵营 部署在激将地点附近的山上 吴亨摩被任命为 角特营营长 配备了36艇轻重机关枪 随大部队行动 据约定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 三堆大火点着了 瞬间便火光冲天而起 声浪呼啸 22时45分 一架RB29型侦察机 从北方飞来了 看到地面上三堆大火的信号后 飞机开始盘旋起来 以便让地面的特务 有时间架设接人用的柱子和绳子 在做了一次空中接人的预热后 唐纳和废客图打开机舱门 将空取器架设好 然而就在机身距离地面不过20米 机上放下来的软梯上的挂钩要搭上空取架的一瞬间 信号弹突然腾空而起 数百艇高射机枪 重机枪 轻机枪 一起射向飞机 飞机迅速拉起机头 想要逃走 但马上又向下栽了下来 最后撞上一座山峰 爆炸落地后 机身和机翼碎成树段 并燃起大火 感谢观看